怪物猎人崛起已经发售快一周时间 相信各位猎人们目前都已经进入了村子 那么本期视频将为大家盘点那些在村子里必须要做的六件事 首先每天打开游戏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一定得是去杂货店进行每日抽奖 以此来获取一些宝贵资源 在游戏的初期 通过抽奖获得的道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你的狩猎资源 而杂货店的抽奖每天最多可以通过amiibo抽取三次 如果遇到折扣活动 则可以花钱或者是使用抽奖券再抽一次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三次抽奖需要使用三种不同的amiibo 但并非怪物猎人崛起的款式才可以抽奖 所以在这里强烈建议大家在某宝或者某多上 淘一包动物森友会的amiibo卡来抽取 便宜的一包也就30块钱 内涵三张不重复的卡也非常便携 放在包里带出门就能随时刷了 下一步玩家就可以来到随从广场进行狩猎前准备 这里的一切都会在玩家完成狩猎任务后刷新 每一次刷新都会刷出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大家在完成狩猎任务后 别忘了来随从广场领取随从的战利品 也可以在这里继续给随从安排任务 除此之外 在雇佣了心仪的爱鹿猫和牙猎犬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合理的安排他们不断训练变强 这样更有助于其他几项资源的获取 随从们的训练可以在随从道场进行安排 地人们可以使用烟火村的点数进行支付 不过在这里更推荐大家直接使用领到的商人巷子支付 一次性堆满10次特训次数 并且全部附带效果提升 让随从们稳稳升级 每一次玩家带着服务兔出发狩猎 他都会带回来一些战利品 放在自己的巢里等着玩家领取 你可以在随从隐蔽队出发口左边的树上 找到服务兔的窝 在这里偶尔还能挖到商人巷子 替换点数支付的同时 还可以附带更多的效果 系列游戏一路延期的探险队采集 在本作中依然保留 玩家可以派遣雇佣的爱鹿猫牙猎犬 按照你指定的路线进行探险 以此来获取资源 虽然它们的战斗力有限 但也能帮助猎人们采集一些物品 甚至是怪物的素材 而随从等级越高 期望值也就越高 也就能获取更多的素材 交易船这一次承担了种植素材的角色 随着主线的推进 玩家可以在这里靠猫猫狗狗指定 获取更多想要的素材 派遣的随从等级越高 交涉能力越强 也更容易在每一回合 带回来更多的物品 不断推进内容 解锁更多的潜水艇和交涉技能吧 每一次出发狩猎前 玩家们一定要记得 在接任务的窗口中 领取支线任务 因为这些支线任务 你可以在狩猎的过程中顺道完成 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难度 不妨选择一些点触和报酬丰厚的任务 而想要轻松完成支线任务的玩家 就选择一些采集类的任务完成吧 支线任务是获得强化武器道具 凯玉的主要来源 想要稳定获得的话 一定要记得积极地完成支线任务哦 除了以上说的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外 随从广场的部分事情 也可以直接通过跟猫管家对话来操作 但是伏木兔窝里的东西 就只能靠猎人们亲自爬上树去采集了 最后祝各位猎人们狩猎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